好 检方约谈的兄弟向成员杨宗范 攻出了有许多新的试证了 包含了有许多还没有曝光的收钱名单跟金额 那么杨宗范在昨天他是攻出了让人意外的内容 这些都是在过去一年搜证监听当中没有发现的试证 那么除了攻出了特定的球员打假球的名单 还有打假球的场次 内容呢 堪称是聚系名移 那么除了目前约谈的球员 恐怕呢 还有更多其他球队的球员 以及高层人士涉案 那么检方将这个雨刷千赌集团的幕后金主也列为是重点 办案人员透露说 一个礼拜之内将会有重量级的人士盗案 这个案情呢 有可能是会有向上高深的趋势